又在这里,他一直在这边跳 想吃 今天巴里坤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我准备给我们家狗喂一些饭 他们肯定饿了 今天早上我忘给他们喂饭了 看,把我的羊皮大衣穿上 在北方,在新疆 你要没有一个这样的羊皮大衣 你算什么新疆人 是吧 像我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羊皮大衣 我爸有一个,我妈有一个 冬天的时候就不会冷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真的是皮子 现在我给我们家狗狗喂一下饭 我是不是像个拿着刀子的汉子 看一下这个盆子 这里面的肉已经被他们吃完了 那个盆子里面就是一些动物的内脏 因为很多内脏我们是不吃的 然后就留下来给狗吃 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狗是最幸福的 夏天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吃一些汤饭啊什么的 我们不会专门给买狗粮 看这个袋子里面就是他们要吃的这个内脏 我们家狗就吃这种东西 看像这种 心脏啊什么的 就是可能是前几天我哥宰的牛吧 牛的一些肝脏 然后我分别装到两个袋子 给它们切成块 这个刀不太厉俗啊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给你们家的狗 这样子给肉啊 应该有一个它是前还有一个蛤蜊犬 蛤蜊犬是那种细狗 就是毛特别薄的那种 但是它在巴里坑已经适应了 就是晚上的时候 他就自己去圈里面睡觉了 圈里面比较暖和 白天的时候他就会在外面各种 各种跑 它是骑我们给它拴起来了 因为前几天 他把我们家一只鸡给咬了 所以我妈很生气就把它拴起来了 但是它是有狗窝的 其实这两个都不太会放羊 我们准备换一个那种 比较凶猛的 因为我们这边野猪特别多 就夏天的时候 万一你在这个院子里面种个菜啥的 野猪就会过来 就给你把地给你翻了 所以我们在牧区是种不了菜的 野猪太多了 如果不找一个凶猛一点的狗 但是说有这种野猪呀什么过来 它们都是顶不住的 所以这两个我们现在只能当宠物一样 它可能闻到肉的味道 来 别挑别挑别挑 我们家那个二哈在那里 然后 哎哎哎 肉在这里 它一直在这边跳 想吃 你吃你的 吃你的 你吃你的 去 你吃你的 你的在那边 去 哎 你们两个都 都一样 看 其实呢我们这两个狗 它是当不了这个牧羊犬的 可能这个细狗它可能会就是 稍微帮忙赶一下 但是二哈真的是没有希望 其实我们养的狗 跟大家平时养的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个狗 在我们牧区就跟我们一样 生活的比较艰苦 我们哈萨克族人是有这样一个习俗 就是不能随便送狗 就如果说就是我和你是朋友 朋友之间是不能互相送狗的 朋友之间如果互相送狗的话 会像狗一样就会吵起来 比如说我们俩是朋友 如果你要给我送狗的话 我必须要给你送一把刀 我给你送狗 你就必须得给我还一把刀 我们是有这样的理型的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 欢迎敲响小铃铛 感谢你们支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